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本来我有一点的失落 但是呢 我的儿女他安排了 我吃完了饭以后呢 他就叫我坐下来 然后这个看那个视频 哇 给我一个惊喜 因为呢 他们请到我很多 川中的好朋友 好像是张志明啊 任德华 黄景生 他们很多呢 还有我的亲戚啊 我加拿大 美国啊 澳洲的朋友啊 还有我的追求我很多年 几十年的粉丝 他们都有派那个祝贺的视频给我 我一下子感觉到 这是好像有一百多个人 跟我一起庆祝生日 哇 非常的 非常的感动 而且也感到很温暖 尤其是我们演唱会的团队呢 他们就是感激了一个 学家宴爱你无限六十年的演唱会的 那个画车 他也做了一本 特别在那天我生意的送给我的 哇 很温暖 很感动 所以呢 虽然是 仅仅四个人过这个生日 但是我感觉呢 就是很多朋友陪我一起过 这个友情永在呢 对我来说是非常的难得 我的男朋友不在香港 很可惜 所以只有在电话的视频来谈话 庆祝 希望这个疫情可以快一点过了 就可以见面了 我的女儿呢 我的大女儿还在美国 她也是在同一个时间呢 就打电话用视频过来 跟我庆祝 嗯 对 希望明年再来一个热闹的生日吧 这一年就 因为疫情的问题呢 就是难免不可以太多人了 对明年再来一个建议论 就像这一年罪平了 嗯 杨敬你 她伤害了 透年的感meden